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AI新典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MET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 揭露了俄罗斯利用生成式AI进行在线欺骗活动的失败经历 报告指出,尽管俄罗斯试图利用AI技术干预美国选举 但效果并不显著,MET成功地破坏了这些欺骗性操作 然而,随着美国选临近 俄罗斯的欺骗行动尤其针对支持乌克兰的候选人 并试图利用虚假信息影响选民 MET强调,这些行动虽然存在,但并不一定能够改变选民的想法 与此同时,针对有色人种社区的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可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META最新发布的安全报告中 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揭露了俄罗斯利用生成性人工智能 AI来干预美国选举的最新动态 但其效果并不显著 META母公司Facebook和Instagram的安全政策总监David Granovic在报告中指出 尽管AI技术在生成内容上提供了一些增益 俄罗斯支持的欺骗活动仍然无法有效地干扰美国选举 META的调查发现 虽然这些AI驱动的策略确实在生成内容方面有所提升 但META已经成功破坏了这些行动 随着美国选举日益临近 特别是2024年总统选举 META预计俄罗斯的在线欺骗活动将主要针对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候选人 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削弱乌克兰及其盟友 Agranovich指出 俄罗斯仍然是使用虚假Facebook和Instagram账户 进行协调的不真实行为的主要来源 多年来 Facebook一直被指控成为选举虚假信息的温床 俄罗斯特工利用Facebook和其他美国社交媒体煽动政治紧张 包括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获胜的选举 专家表示 随着生成式AI工具如ChatGPT和倒立图像生成器的普及 社交网络上的不良行为者 可能会前所未有的涌现出大量虚假信息 Meta的报告指出 AI已被用来创建图像和视频 翻译或生成文本 以及编写虚假新闻故事或摘要 当Meta侦查欺骗行为时 它关注的是账户的行为方式 而不是他们发布的内容 影响活动通常跨越多个在线平台 Meta注意到在X前身为Twitter上的帖子 被用来虚假信息看起来更可信 Meta与X和其他互联网公司分享其发现 并表示需要协调防御来阻止假信息 当被问及Meta是否看到X在欺骗提示上采取行动时 Agranovic表示 就Twitter X而言 他们仍在经历过渡期 我们过去在那里打交道的很多人已经离开了 X已经削减了信任和安全团队 并缩减了曾经用来控制假信息的内容审查工作 这使得研究人员称其为假信息的温床 Meta的努力旨在打击其平台上的协同的虚假行为 这些努力正值人们担心生成是AI 将被用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选举中欺骗或混淆人们之际 在NBC News的报道中 Meta公司在本季度的威胁对抗报告中 揭示了五个主要的俄罗斯宣传活动 其中三个针对美国人或英语使用者 这些活动集中在批评乌克兰 及其对抗俄罗斯入侵的防御支持上 Meta指出 虽然这些活动没有直接与俄罗斯政府联系起来 但其中一个活动是之前接受克里姆林公指令的 被美国制裁的对象之一 该活动使用生成是AI撰写虚假新闻文章 部分内容批评民主党资助乌克兰援助 而非国内优先事项 另一个活动则围绕着虚假的智库账户 该智库警告乌克兰移民 并声称乌克兰政府未能保护其人民 这个活动花费了约41,000美元的广告费 其页面拥有约23,000名追随者 Meta的报告显示 这些活动与美国情报界的最新发现相吻合 信息官员指出 克里姆林公目前的目标是诋毁支持资助乌克兰的候选人 如假定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并推广希望减少这种援助的候选人 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值得注意的是 Meta的调查始于FBI的提示 FBI的外国影响工作组 在美国情报界注意到外国影响行动时 常常警告美国社交媒体公司 Meta还指出 一个持续至少两年的大规模俄罗斯宣传行动依旧活跃 美国在三月制裁了两家俄罗斯公司 指控他们在宣传中的角色 称他们隐藏了与克里姆林公的联系 Meta表示 这一活动是分散的 经常发布关于随机话题的帖子 但链接回宣传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观点的虚假新闻网站 Agranovic警告说 宣传者的持续存在 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改变任何人的想法 他说 存在本身并不等于影响 这些行动从广泛的试图激化文化战争 转向主要关注对乌克兰的支持 Agranovic指出 随着战争的继续 我们应该预期俄罗斯会试图针对与选举相关的辩论 特别是当他们涉及对乌克兰的支持时 在Human Rights Watch的报道中 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在即将到来的11月美国选举前激增 特别是针对有色人种社区 这些虚假信息可能改变投票模式 甚至影响总统和其他选举的结果 误信息是无意中传播的错误信息 没有特定的伤害意图 而虚假信息是故意设计来误导人们的错误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关于投票过程的虚假信息 等同于选民压制 例如在2020年选举期间 佛罗里达州的拉丁裔选民被广告虚假的 将总统乔拜登与压迫性的委内瑞拉领导人 尼古拉斯·马杜罗联系起来 依赖翻译内容的移民 经常在WhatsApp群组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遭遇错误翻译 因为西班牙与内容审核有限 音频和视觉物信息尤其难以检测和揭穿 生成式AI技术更是放大了这一威胁 AI能够生成逼真的虚假信息 并精准地针对有色人种社区 最近社交媒体上出现的 由生成式AI生成的图片显示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与黑人选民在一起 显然是试图吸引这些选民 这些图片由保守派媒体集团或私人个人创建 他们还创建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 向黑人选民兜售虚假信息 在确保自由和公平选举方面 民选官员、媒体机构和社区团体应共同努力 为所有人提供准确、可靠和可访问的信息来源 线上平台有责任尊重人权 包括投票权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由和公平选举 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的干预行动一直以来都是政治丑闻的标配 对吧 但根据META的报告 这次俄罗斯利用AI进行的选举干预行动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成功 他们的AI生成内容虽然很多 但META已经能够有效地识别并破坏这些欺骗性操作 这证明了科技公司的应对能力在提升 我们应该给META鼓掌 而不是恐慌 哎呀 楚天书 你这简直就是在给META唱赞歌呀 问题是 俄罗斯的行动可能看似失败 但实际效果我们真的知道吗 毕竟 2024年的选举还没到 这些影响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显现出来 而且 META自己也说过 他们只能拆除部分的宣传活动 难道你真觉得这些AI生成的虚假内容都被完全阻止了 假新闻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 不是当场见效的 奇奇 这你就有点起人忧天了吧 META拆除的五个俄罗斯宣传活动至少证明他们没有坐以待毙 在看看历史 1940年代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 谎言说一千遍就会成真 但问题是 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多的监测手段来对抗这些千遍谎言 META的监控系统已经比以前更有效 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安慰吗 哎哟 楚天说 你这套说法真让我想起1940年代那些相信马其顿假新闻工厂的善良民众 是的 META可能有更好的技术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像X前身是Twitter 这样的平台缩减了信任和安全团队 成了虚假信息的温床 META自己也说他们的合作伙伴在减少 况且 这些AI生成的内容 还有那些针对有色人种社区的虚假信息 不是更容易在那些本就对政府有怀疑态度的群体中生效吗 就像Human Rights Watch指出的 这些信息可能改变投票模式 甚至影响选举结果 齐齐 我明白你担心Fake News 但我们不能低估META的努力 他们与X等其他平台的合作仍在进行中 即使有些人离开了 还是有专业团队在努力 更何况 META还是唯一一家发布详细季度简报的公司 这说明了他们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这种透明度 而不是一位批评吗 而且 选民也应该有基本的媒体素养 懂得分辨虚假信息 这才是长远之计 哼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倒像是要把责任推给选民了 难道我们要相信 所有人都能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 现实是 很多选民 特别是那些年长的 有色人种社区 对这些技术手段并不敏感 再说了 光靠META一家公司难以改变整个社交媒体环境 其他平台如果不跟上 那些AI生成的假新闻还是会有市场 你不能只看META一家做得好 就觉得整个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